主委一定要晓得 不是真正修行 业障晓不了 什么叫业障 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 业障就是妄想 功夫在哪里接呢 我的妄想真的比从前少了 正念日来日多 什么叫正念呢 佛念 我现在想佛的事情 念佛的事情多 多顾妄想 这也就是真正消业障 灭罪业的成绩 如果你天天读诵 天天念佛 妄念还是那么多 你这个读诵念佛 没有受到效果 那么为什么没有受到效果呢 你就减少 必然是怀死 夹杂减断 毛病呢 撤在这个三方 果然做到不怀疑 不夹杂不间断 他的功夫一定得了 你做的功夫 时间越长 效果越显著 修学的时间短 效果就要差一点 如果一天能够有六小时以上 这样的修行 所以说如理你如法的修行 大概三个月到半年 就有很明显的效果 也就是非常明显的 妄想少了 杂念少了 心比半年前清净了 除世代人借无 好像看得比从前清净一些 不像以前那么糊涂 糊里糊涂的 这个就是修学的效果 修学有沉寂 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 心进的途径 这往生才有真正的把握